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来看到韩版天堂M10月10号的更新内容 那这一周的更新内容其实有蛮多细节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更新是韩版开放了金字形神塔第六季 那在这一季之中新增了新职业的技能 他新增了骑士的子季环吉 还有魔剑式的红季三位一体 还有魔剑式的一般技能符文爆发 然后第二个是韩版这一周对跨幅副本做了比较大的更新 分别是亚特兰提斯、提卡尔跟迪比斯 那这三个副本里面他新增了热点的暴走区 那这个暴走区他的特色就是有AI辨识系统 他会根据玩家的等级去调整怪物的强度 怪物会有1到5级的增益效果 他根据增益的高低会获得不同的经验值奖励 等级越高经验值就越多 然后第二个是他新增了图腾系统 这个系统他会应用于整个账号里面 等于就是你的永久机体 那这个机体可以透过UI界面的图腾进行检查 然后他的激活条件是分别在三大副本里面 击杀3000只怪物就会触发这个第一阶段的图腾系统 那图腾系统之后你也需要强化的话 他必须要使用对应的图腾石来进行强化 能力值是非常的优秀的 他分别有加防御然后加抗魔还有加PVE减伤 到最后还会增加额外的技能buff 那这边注意一下5级跟10级他会有两个属性 然后是随机跳动的 他就是随机刷出不同的增益效果 可能从加0到加5随机出现 然后再来他这次新增的三个10级技能 分别是欧西里斯的审判 还有毒蛇的毒翼跟波赛东的屏障 那这三个技能分别是两个攻击跟一个反击技能 欧西里斯的审判 他就是在攻击的时候会让毒蛇造成固定伤害 并且陷入黑暗 然后毒翼的话就是攻击时会让对方持续扣血 并且药水恢复力会下降 波赛东的屏障 他的能力就是被攻击时会有护盾启动伤害减免的能力 三个图腾他会有累积经验的加成 叫做共鸣效果 然后这边我看了一下 他并没有说这个图腾系统只能作用于三个副门里面 所以目前我猜他有可能是一个共同的机体 只有前面第一条零级的时候 这个经验加成是对于三个地图的 其他的属性或许是用在每个地方都可以使用 再来图腾的附魔石 他的制作条件就是三张祝福卷轴 再加强化碎片25个 再加100万天币可以制作一个 那这个强化的机率的话 可能等到正式公开之后我们才会知道 已经升到满级之后 你多的碎片能做什么呢 你可以把多的碎片1000个加上1000万天币 兑换他们对应的变身卡跟娃娃卡 那里面开出的奖励就是基本是蓝卡 然后最高可以开到他的稀有专属卡片 像迪比斯沙漠 他可以开到阿努比斯娃娃 然后提卡和神庙可以开到潘朵拉卡片 最后亚特兰提斯他可以最大开到海怪一张 最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一次的更新也针对骑士职业做了三度的修正 他优化了骑士的冲晕系列 还有幻影之刃系列的技能 他的附加debuff 受到近距离伤害增加的这个伤害赋予方式又做的调整 那这个相关的数值也只能等 韩版更新完之后再来看一下玩家的测试啰 好了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献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会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